朱芳雨立大功赵瑞回归时间更新 恭喜杜丰CBA争冠赢最强后卫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亮仔聊球 我是亮仔 如果你喜欢亮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说一下赵瑞接近的一些情况 大家也知道在前段时间 赵瑞也是正式官宣 并且联合广东队也是对外解释说 自己是因为身体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伤病 那么在经过专家的一些会诊之后 决定目前暂时会缺席接下来的比赛 并且在经过医院治疗 在休息好之后再重新回归球队 所以在当时很多球迷也都担心赵瑞 他的一个身体情况 并且也担心他很有可能本赛季都彻底报销 这样一来对整个广东真的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毕竟我们也知道在上个赛季当中 恰恰就是因为赵瑞作为一个绝对核心的一个贡献 广东才能够在这个艰难的一个时刻拿到冠军 而到了本赛季虽然说一剑连已经是满血复合回归 但是我觉得赵瑞作为一个控球后卫 也依旧是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次赵瑞提前离队对整个广东在后续的一个真诚来说的真的是一个相当不利的一个局面 尤其在本赛季我们看到辽宁队的一个整体阵容越来越豪华 越来越完整 尤其也像广萨上海这些大黑马也是不断的涌现 所以广东如果说以现在的一个阵容出去下去之后的话很有可能真的是有可能暴冷出去 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呢 确实很期待赵瑞能够赶紧休息好回归 因此现在最主要的一些问题呢 也就是赵瑞现在到底身体怎么样 那么他的一些伤病到底又养成什么样的呢 那么在此前大家担心的一些问题会不会成真的 从最近网友偶遇赵瑞的一些情况来看呢 我觉得目前来看赵瑞估计很快就能够回归球队 就在最近呢我们也看到有球迷呢也是在一个餐厅当中的偶遇赵瑞 并且赵瑞呢也在在当时那个那边去吃饭 那么从当天网友拍摄的一些视频来看呢 其实赵瑞他整体的一些身体状况啊包括状态都是相当好 那么和普通人呢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 所以从中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 我觉得赵瑞呢本质上没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一些伤病 不像某些球员可能说伤到了一些这个膝盖或者说直接骨折等等 这样的一些情况导致需要躺床休息 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 那么可能赵瑞呢只是因为太过于疲劳 可能说在某一些这个啊 这个身体上面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一些情况 所以呢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去调理一下才能够重新回到球场 这样一来可能呢是一个比较保险的一些做法 所以呢其实整个广东队 那么在目前其实呢在常规赛当中 并不需要特别紧急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也是在考虑之下把赵瑞呢给放回去了 所以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呢 其实我觉得赵瑞回归的时间呢 已经是可以正式更新 也就是可能呢在本赛季呢 他估计还是能够回归的 毕竟伤筋动骨100天 那么赵瑞现在呢 根本也不是因为一些大的一些伤病 那么从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他之后啊 很快能够得到一些很好的调整 然后呢回归到球队 帮助广东帮助帮助杜丰呢 去走完接下来一些真诚 那么我们也知道就像刚刚所说的 那么其实啊在之后的一个比赛的话 整个广东会面临越来越多的一些挑战 那么尤其在之后的一些季后赛呢 面对的对手会越来越强大 一点都不能够放松 所以如果说到时候 杜丰能够迎来这个CBA争冠的一个最强后卫呢 相信对他们整体的一些真诚 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帮助 所以在这里也要恭喜一下 朱芳宇恭喜一下杜丰 起码的运气是比较好的 现在赵瑞虽然说有多多少少一些伤病 但是呢也看起来并不严重 我们也期待赵瑞能够经过调养之后呢 赶紧归队 大家都期待着他能够联手一些年 拿到本赛季的总冠军 好了本期的亮仔聊球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